1949年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市区 南京解放了 南京的解放 宣告了延续22年的 国民党反动政权就此覆灭 在解放军进战之前 南京城内的国民党守军 和政府机关已撤逃一空 许多政府大员纷纷自寻出路 带总统李宗仁飞回了桂林老家 这个国民党经营了多年的首都 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手中